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10月17号了 下跌多少 128点 好多 真的是商透投資人的心 真的跌了128点 今天收在哪里 8500点台子期多啊后 刚好收在哪里 8500点 但是呢 这个部分 来 我们请摄影师这边拉近一点齁 现阶段的格局投票 你看图 你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K棒还在多空线的下面嘛 所以呢 这几天的压回 其实 其实我这样子讲 如果你有持续锁定 文老师跟韋庭的节目 你就知道啊 你会知道说其实行情还是偏弱势 只是说 我们今天 我觉得 都周末了 也不要太严肃 文老师也不要讲得太严肃 因为我们真的希望 能够帮助大家 而且今天夏天 大家真的很害怕 尤其所以 我今天来 就刚刚来露营的路上啦 我们还是一直在想 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方法 稳定投票 你的心 为什么 因为下个礼拜有很大机会 所以 文老师 真的吗 对 今天我全部杀光光 也吓死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 越是什么 大害怕的时候呢 越是机会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今天得个压回到8500点的时候 我们要给大家一份很重要的礼物 礼物呢 我们都是什么 雪中送炭啊 我们不会锦上天花 我们要雪中送炭 投票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跌到了8500点 你一定在想 看就跌了没 底看到了没有 诶 这边底 还是这边底 还是这边底 到底哪里 有机会 哪里是支撑 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来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手板的部分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关键的支撑 8000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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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这个关键的支撑 您要怎么去取得它 为什么 我建议大家 您真的把它带回去 为什么 下个礼拜的行情波动会很大 你要知道关键支撑在哪里 那怎么取得它 您都欢迎来做一个下旋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把这份关键的支撑 你把它带回去 这个对于您下个礼拜 行情的操作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发挥很大的一个转折跟关键点 来 我们再请摄影师 我们再回头再看一次 下个礼拜 关键的支撑 8XXX 欢迎大家 来做个下旋 那我再强调的是 您如果真的 想要反败为甚的 真的啊 你看今天 哇 这样大跌真的 伤痛手术朋友的心啊 那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不会在今天跟你说 你就是放空大转什么的 因为那个对大家没有帮助啦 你听了下去吗 你觉得啊 就听了没感觉嘛 所以我们才希望帮助你 在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去 制造支撑在哪里 哪个地方 是转折 不是已经 你看哦 已经跌了这么多 跌了一千点了 跌了一千点 投票朋友 我请问大家 礼拜一再行你空 你敢扛下去 我不敢欸 我不敢欸 可是那如果说 那做多好了 我又不敢买 怎么办 你会怕什么 买了又怕跌嘛 空了又怕 又怕空在地板上 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困境 你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这个 当然这个珍贵的资料 我们真的是 数量有限啦 甚至希望您来询问一下我服务人员 他 我们的服务人员很专业 会告诉你 怎么样取得这份的一个资料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当然 讲过一讲啦 今天的行情 也是要看一下 来 我们回到这个电视画面 谢谢 你看喔 今天的行情 最高在8673 最高在8673 收盘在最低点 几乎在最低点 8497 这个最低点 今天收8500点 最低在8497 高低点176点 高低点176点 所以呢 其实我们昨天已经先跟大家讲 开低走高不代表行情要返多了 还没有 对 你看今天又大跌了 所以我们才希望说您要运用工具 来帮助大家 那其实我跟大家呢 其实你运用今天工具的一个画面 能不能够协助你操作 那我其实在讲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来 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重要 来 我们回到手板 谢谢 你看 这个市场唯一不变的是它瞬息万变 这个市场唯一不变是瞬息万变 它就是变来变去 昨天 是不是全部人都很乐观 看到底了 应该要反弹了 应该要大涨了 今天怎么办 不不一样嘛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要运用工具的画面 那当然 应该是这样讲 当指数跌到重要的关键跟支撑的时候 我们平常没有随便跟大家说关键支撑在哪里吧 我们一定是看到什么 转折点 才会跟你讲 我们是看到转折点 不是随便跟你讲 我们看到转折点才会跟你讲 所以你看喔 透过今天工具的一个画面 你要怎么做一个操作 这个是我们要呈现给大家 来 我们先看一下电视画面 来 你看一下 今天11月17号 今天下跌了147点 147点 你看 一路的一个压回 对不对 从头跌到尾 那大部分都是在偏向空方的一个思考 偏向空方的一个操作 那今天的一个找盘 确实 找盘呢 短线偏多 后来你看到哪里 8647翻空嘛 8647翻空 这边中间其实也没什么输引 后面再往下做什么 击杀的动作 跌到哪里 8500点 所以你看喔 魏老师常常教大家 你要运用工具 反败为胜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提供大家 运用正确的一个方法 今天是什么 一路压回的盘 一路下跌的盘 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 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空没有关系 可是呢 您可不可以 避开一些风险 对不对 你会知道说 那个高的地方跌下 你知道有危险 你可以做一个避开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 非常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来 我跟大家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回到手摆 谢谢 你看喔 成功的人 会想要去改变命运 成功的人 会想要去改变命运 你要当这个什么 下棋的棋子 还是要当 决定这个棋局的人 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 你要当哪一边 这个是我们要提供给大家的观念 那你看喔 今天的一个行情 其实我们还是一再提醒大家 盘中我们都会有 这个关键的工具的教学 跟大家讲 来我们请回到这个手板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 非常重要 软体工具的教学 出现卖出讯号跟大户作空 所以行情会走落 行情会走落 机会非常高 机会非常高 所以朋友 你看今天 一路的押回 一路的押回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好谢谢 你看喔 是不是像这样 卖出讯号8647 8647出现之后呢 出现一个什么 下跌 对不对从8647跌到8500跌 总共跌了147点 很多的朋友 147点 很多耶 所以我们来对照一下 你看喔 运用工具的画面 您今天 可不可以避开风险 您积极的 你可以偏空操作 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的 希望真的 能够帮助大家 来 我们回到手板 谢谢你看喔 蓝色向下箭头 是请你做什么动作 请你偏空操作 对不对 做空的一个讯号 蓝色向下的一个箭头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谢谢 你看喔 是不是像这样 蓝色向下箭头 8647 8647 提醒大家 航行偏空 再往下带一下 大户是不是转空了 大户已经转向空方了 那就很清楚了 所以 为什么今天行情会压回 好我们全画面 谢谢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从8647 开始行情会做个压回的动作 跌了147点 再搭配我跟大家讲 来 我们提供给大家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讯息 你看喔 工具跟软体的教学 跟大家说什么 出现了卖出讯号 跟大户做空 行情走落的机会 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手表 您今天运用工具画面 诶 这样有没有很清楚 应该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常常希望大家 你看喔 大家一定会问 我问的是 跌完了没 对不对 就像刚才伟廷有问到的嘛 还是漏刷尾 是不是 一个 有破底 现货没破底嘛 期货破底 到底 见低了没 所以当你很想知道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关键的时刻 会提供大家 关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资料啦 来我们再回到手办 所以呢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关键支撑到底在哪里 8XXX 多空决战在哪里 您都可以来 询问一下我们的服务人员 我们的服务人员 会告诉您 怎么样取得这份资料 非常的重要 那一样 我觉得说其实 今天已经礼拜五了啦 已经礼拜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礼拜的行情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礼拜每天都在跌 可是你看 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多 有啊 对 昨天是不是可以 你想一下 投票朋友说 对耶 昨天可不可以做多 可以啊 不是每 不是跌就不能买喔 投票朋友 你要找到什么 哪一个点 要买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跌就不能买喔 投票朋友 我们是操作当充 这个 这个观念其实蛮重要 不要死多头 也不要死空头 该怎么变化 就应该怎么做操作 你照着工具 来做个操作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昨天的行情 对不对 昨天开低 杀低 投票朋友 昨天真的 好多人全部都 把多单杀在这里 然后反手放空 全部被尬上去 真的很可惜 我想 昨天投票朋友 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都全部 停損在这个地方 还多单全部 留仓的全部杀在这里 今天 然后昨天整个大反弹 你就觉得很可惜 对不对 很可惜 然后你说啊 既然这样我就再跟你拼了 再留多单 今天又受重伤了 所以你看了 你透过工序的画面 每一天的一个关键转折的变化 我们都会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清楚 所以你看喔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喔 昨天的行情 是不是在8530 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8530分析就已经 转多了 一路涨到哪里 8670 大涨了多少点 140点 8530 反弹到哪里 8670 从这边喔 对不对 这个是昨天的行情 一路做个大涨的动作 那当然关键的时刻 就像今天一样 对我们 还是跟大家讲 今天行情是偏弱的 你要留意会下跌 我们已经跟大家说明的 非常的一个清楚 那昨天呢 有没有跟大家讲 跌的时候你不要杀地 跌的时候我们认为反弹 这个才是重点喔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办 谢谢你看喔 这个是昨天喔 10月16号 早上的9点35分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分析翻多 机会来了 要怎么思考 偏多思考 要怎么思考 偏多思考 那一样我们会跟大家讲喔 其实 非常关键的一个讯息 对 这个是昨天的 9点36分 我们认为会出现什么 V型反转 那个时候在8540附近 大涨到哪里 8683 涨了143点 果然出现 V型 反转 有没有 昨天航行 你还记得吗 昨天其实非常的一个 关键啊 今天当然是 找盘你还是要偏空思考 我们找盘 也是提醒大家 那昨天呢 昨天也是要偏多 说啊 文老师那他麻烦啦 一天偏多 一天偏空 可是你看喔 如果你有正确的观念 你就会知道 其实多空之间的转换 它是有逻辑可以抓的 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样子可以来做一个操作 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电视画面 谢谢你看喔 对 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V型反转 昨天跟大家讲嘛 8530会出现什么 V型反转 因为分析已经翻多 所以你要怎么抓转折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对 再出现一个什么 大涨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昨天 当然我们看到机会来了 看到机会来了 当然就会比较积极一点 再操作第二笔 8530 因为我们有把握 买在相对低点才会赚钱嘛 那个时候大涨多少 153点 那当然 涨上去之后呢 还是要做获利了解 在8670 两笔的这个 多单的一个操作 先做出场 一笔130点 一笔140点 合计270点 你看 这昨天的 对 这边买 这边买 涨上去 8670 做一个获利了解 投票你说 我哪里才8670要出 对这个是重点喔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喔 昨天行情投票朋友 您还记得吗 这边跟你说什么 分析仪是不是转空了 8670这边翻空 所以这边 转线什么 低档买了多单 请问要不要出 要嘛 对不对 从8530涨到哪里 8670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分析仪翻空 我们再回到手板 谢谢 你看是不是像这样 油红转蓝 油红转蓝 对不对 这样有清楚吗 有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昨天涨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要看到高档 那个地方已经不能再买了 你说啊 我昨天又买了高点 那你就是说啊 索性 有时候投票朋友常会这样子 我想啊 我已经买在高点了 那算了 我昨天就流传 留多单 今天开高很开心 可是呢 一直摸摸摸摸摸 包到收盘 哇 臉搬去了 所以你看说 你又讲中了 所以我常常希望说 你要运用工具的一个畫面 你看每一天其实 行情的操作 都是很类似 现在看到 这个是礼拜四 昨天了 我们再看礼拜三 因为其实 今天行情已经来到礼拜五 明天就要做就是六日 那一樣我們六日有重要的活動 希望大家廣告資訊可以留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禮拜三的狀況 怎麼做炒索 來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謝謝 你看是不是像這樣 10月15號這個是本週三喔 出現一個什麼訊號 加碼空的訊號在哪裡 8752 8752往下殺 然後後面再出現一次 再8694又出現一次 好這個訊號代表什麼意思 來我們今天齁 其實花一點時間給大家教學啦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齁 來我們看一下 綠色星星代表什麼 請你空方加碼 綠色星星請你操作什麼 空方加碼 那你看喔 禮拜三的行情 來我們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是不是像這樣 8752 這邊請你偏空思考 往下跌 對不對 8694 這邊再往下跌 那朋友你會有一個想法 就想說我們再回電視畫面 你看喔從這邊 8752 這邊真的可以偏空思考嗎 對不對 會不會可以嗎 然後這邊呢你會想說 8694已經跌破8700還可以空嗎 可是你看 後面又下跌了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 不要預設去這個多空的立場齁 我跟大家提供很重要的觀念齁 初期才會自勝 初期才會自勝 您就是要用別人想不到的方法 您才有機會 來自獲利啦 這個很重要 你看喔 那禮拜三我們一樣 跟大家說一個什麼 非常重要的一個分享齁 來我們回到手辦 你看喔 這個是禮拜三 10月15號9點20分 早盤的工具跟軟體教學 出現什麼 加碼空訓跟分析翻空 所以呢 行情會有轉落可能 從8740一路跌到哪裡 86 此疑跌了將近百點的一個狀況 跌了將近百點 那當然 既然我們看到了一個 重要的關鍵 那還是偏空操作 那偏空操作完之後呢 就先做獲利了解 從這邊 所以你看 禮拜三行情 高檔不能買 高檔也不能買 這邊都不能買 這邊都是反而要 偏空思考 對 你看你這邊買了 跌了90點 這邊買了 又跌了69點 你看兩邊加起來 你看喔 如果禮拜三你就 欸 漲高了就去追 立刻套數 現買現套 漲高了去追 立刻又跌下來 你看兩筆加起來 可能賠快兩百點 哇那個 兩百點我沒感覺 兩百點乘以兩百塊就是四萬 欸不少欸 所以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來 我們回到手板 來 如果這不是您要的 那什麼才是您要的呢 這麼簡單 您為什麼不要呢 我們的工具非常的簡單 你看喔 除了禮拜三的航行 你看我們其實 今天多花一點時間 大家都 把這個禮拜航行 我們複習一次 為什麼要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這樣做 為什麼今天要這樣子做 因為我們希望 下個禮拜 您要反敗為生 對不對 因為今天跌到八千五百點 大家都非常害怕 所以我們才不會跟你說 你就是要偏空稍作講一堆 不是 我們是希望 能夠幫助大家 接下來的行情 您要怎麼應對 您要怎麼面對 這個是 威老師要幫助大家 這個是我們要幫助大家 你看喔 禮拜二的一個行情 也是非常的一個關鍵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這個是本週二 早盤分析就翻多了 分析翻多 從8710 出現什麼 反彈 彈到哪裡 8743 禮拜二的行情比較窄一點點 分析轉空之後呢 再從8743 壓回到8730 分析再轉多 再從8730 再彈到哪裡 8750 你看 是不是 你要運用什麼 分析來掌握多空的一個 關鍵的一個 轉折點 所以你看都非常的一個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你看喔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禮拜一的行情 你看 從禮拜四 今天嘛 今天禮拜五 禮拜四禮拜三 禮拜二 禮拜一呢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這個是禮拜一的行情 開盤出現一個什麼訊號 加碼空的訊號 8798 8798 出現那個綠色星星來 我把它找一下 因為我希望說 其實 能給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因為我真的希望說 欸接下來的行情 您要知道說 去怎麼去 面對 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這個很重要 來 好我們再回到手板 你看喔 這個綠色星星 請你做什麼動作 請你做什麼動作 空方 空方請你做一個什麼 加碼的一個動作 來我們再回到 電視畫面 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這邊 8798 綠色星星 你看往下跌 對 看到第一檔關 你可以順勢做一個什麼 回補的動作 這邊跌了22點 這邊跌了54點 所以你看 這一個 一整個禮拜下來的行情 原來多跟空之間 好像不是那麼難判斷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複雜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今天 這麼語重心長 你看問老師平常 很少這麼感性的 對 我們平常的話 話都很多 我們今天特別把 步調放慢一點 我把講話速度變慢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下跌 你真的很擔心 也很傷心 可是我們真的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接下來的行情 你怎麼應對 如果你有工具畫面 你今天就知道 行情 早盤已經轉向 多空異位 它已經轉向了 對不對 來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運用工具畫面 工具的日線 你早就知道了 行情本來就是偏弱 那你再看喔 今天行情 賣出訊號 8647 一路往下跌 跌了147點 投票今天過去了就過去了 沒有關係 您要面對的是什麼 未來 那未來的行情 您要怎麼 判斷這個多空轉折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要提供給大家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手板 來 下週的關鍵支撐 到底在8000多少點 8XXX 這個資訊 這個點位 您要怎麼取得 歡迎大家 來做個下旬 我們的服務人員都會告訴你喔 另外廣告資訊 也請您做個留意喔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寶貝 好想你喔 哈哈哈哈 說 這個狐狸精是誰 我要離婚 孩子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什麼是你的 什麼是你的 我 別吵了 小朋友別擔心 現在家事事件發運有程序監理人制度 他們會傾聽你的心聲 也會幫你說話喔 程序監理人守護您的最佳利益 咦 Honey 你戴了我的眼鏡嗎 戴錯眼鏡 長期會傷害眼睛 但你知道睡錯傳診 也會傷害健康嗎 TEN DAYS 能像眼鏡驗光一樣精準 找出更健康的傳診 選對傳 更健康 TEN DAYS 甜蝶式 TEN DAYS 歡迎行眼鏡 其實因為 對 它拼水如果泡得夠的時候 你那吃起來其實是脆脆的口感 那個醬料弄多一點比較不苦 那你這麼喜歡 那你這個 真的 我可以整個這樣吃 這很好吃 對 餡料非常營養 不好意思 為了要保命求生存 如果說你不敢吃青椒有個辦法 青椒裡面放什麼呢 花生醬 就都是花生醬 很合口耶 其實還不錯 而且這樣吃起來有點像水果感 對 還不錯耶 那一盤都給我留下來 還不錯不錯 我覺得茄子其實水煮的話 是吃起來比較健康 很有味道 請鎖定養生我知道 周周來報導 今天籌碼面的變化 其實沒有很多 那你就覺得很怪啊 今天外資也沒什麼空 怎麼會這樣跌 對不對 怎麼會跌128點 這個是你覺得 這我講英文啦 confuse 這感覺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啊 我們來分析一下 今天的一個籌碼 來我們回到這個手板 你看喔 今天的一個三大法 你看外資的部分 它偏多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把它的空單補掉一點點 還有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七口 那你看喔 智營商的部分 還是留下了進空單 一千九百六十一口 所以呢 那個法蘭合計 還是一個偏空的思考 那我們看喔 現貨的部分 你看 熊手在這裡 今天是不是全部賣現貨 對不對 三大法蘭合計賣差多少 一百一十三億 所以今天為什麼會跌 有沒有 不是因為外資去空幾貨 它空單早就不好在那邊等了 它把現貨殺下來 它不就收割對不對 獲利了結 可是你看喔 如果你有工具畫面 你能不能避開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講 你有股票的也一樣啊 你能不能避開 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謝謝 你看是不是像這樣 你早就知道多空線性轉空啦 你的股票可不可以先避開 可以啊 如果你有操作波亂多單 這邊你可不可以閃過 當然可以 所以工具的價值 就在這裡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幫助它 這一波的壓迴當中 你沒有做空沒有關係 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有做空的 你一定會使用工具的畫面 不然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來你看喔 今天的一個行行 我們先回到這個手板 你看喔 今天我們也提醒大家 航行出現賣出訊號跟大戶做空 所以呢 航行還是會走落 還是偏向什麼 空方控盤的一個格局 那你看 透過工具的畫面 今天架差 您有沒有機會掌握 來我們請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是不是像這樣 賣出訊號在哪裡 8647 往下殺 殺到哪裡 8500點大戶轉空跌了 147點 所以 你看你運用工具的畫面 真的很簡單 來我們回到這個手板 請大家用正確的工具 調整好您的心態 您要的不就是帶回去 可以立刻上手工具 不用再花太多時間學習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 請問要做什麼 對 對 投票 啊我知道 對 投票 你今天看到這個 你要做什麼 啊我偏空思考 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簡單 對 所以你看 每一天運用工具的畫面 真的沒有您想像中的 那麼複雜 來我們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投資 請您要及時把握時機 投資請您要及時把握時機 接下來 您要面對的是 下個禮拜的行情 下個禮拜的行情 您要怎麼去 知道關鍵的轉折在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周末要提供給大家的 下週關鍵的支撐 在8XXX 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下週關鍵支撐 8XXX 它到底在什麼地方 好投票 歡迎大家 你真的來做一個詢問 因為我們的服務人員 您來詢問 我們服務人員會告訴你 怎麼樣取得 這一份非常 重要 而且呢 關係到下個禮拜 關鍵轉折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當你覺得 為時已晚的時候 恰恰是 最早的時候 歡迎大家 來做個下旬 廣告資訊 也請您做個留意 好 更多的分析 鎖定下禮拜一的 這個 古海大寅將了 我是韋庭 感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